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讲的主题是文明 可是翻开书你会看见许多不文明不礼貌的场面 你作为一个过去师现在也是的文明人 遇到这么一本很黄很暴力的书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至于作者埃里亚斯这个人那就更奇怪了 明天我会专门给你讲它 今天就先讲一讲这本书的主题内容和它的结构 我先来说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文明 文明这个词很奇怪 它既是一个很寻常的雅词 又是一个高深悬傲的概念 专家学者们讲起来上下千年纵横世界 但普通老百姓人人也都在用 带袖章的罚你款 不带袖章的罚你占 标准好像都是你讲不讲文明 但要仔细琢磨它的含义 很可能是谁都有一套不一样的说法 其实我们平时经验的潜意识里 就常常用这个词做许多相应的对比 无论是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 成年人还是小毛孩子 城里和乡村 甚至是男人和女人 异性恋和同性恋我们往往会不自觉的 划分出高低有序的类别 分别对应着文明和不文明 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已经置身于文明的成果当中 并且欣然接受了它的标准 也会觉得自己有能力 根据它的含义使用它 至于更深一层的问题 比如文明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形成的 有没有绝对的起源 有没有单一的目标 却很少有人去追问 更不要说去思考不同的文化群体 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于这些问题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本周讲的这部经典 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 就是要带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在这部书里 文明不是谈图书馆里的 黄黄居住和博物馆里的灿烂器物 更没有讲旅游景点的考古遗迹 埃利亚斯的裸脚点 在人的行为举止 他要说的是 文明是长期的演化过程 没有绝对的起点 也不存在明确的终点 它的推动力和演化结果 不仅包括社会结构 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 也包括所谓主观的人的心理思维 但作者又不是简单的面面俱到 而是巧妙地把讨论焦点 到宏观以微观 客观外在 与主观内在之间的关系 不单从认识与理解的角度 破除既有的文明 与非文明的二元对立 而是从历史学 社会学的角度 揭示这些区分和对立 是怎么构成的 又是怎么演变的 搞清楚了这本书的主题 下面我再来和你谈一谈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 全书50多万字 分成了上下两卷 前后又加了长篇的理论梳理 它的结构特点 是对历史上的事实 不断观察 不断检验 再用以后的观察 对以前的进行修正 全书像是反复论证 却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 关于它的内容 我可以先帮你概括成一小段话 那就是 作者先细致地呈现了 中世纪以后 欧洲宫廷社会的行为 发生了哪些变化 以这些变化相关的 国家历史演变的背景 有哪些 然后梳理了社会变迁 和国家建构的发生机制 最后 结合人的心理思维变化的历程 提出了有关文明的进程的 一整套解释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 这样的结构和内容 太学术了 别着急 当你翻开书 就会发现 作者引用和讨论了 这样一系列 很能引起你兴趣的问题 比如 一起吃饭的时候 应该遵循哪些礼仪呢 是在一个大盆里搅和 还是个人分餐 吃到一种美味 该不该直接从嘴里拿出来 分给好朋友 碰到不爱吃的东西 是吐在地上 还是桌子上 喝汤时是大声吸溜 还是避免出声 桌布了 餐巾了 这些东西 是啥时候出现的呢 倒叉呢 更别说 现在西餐那些 细分的左手挤道 右手挤道餐具 是怎么回事 等等等等 好吧 吃喝方式谈完了 你想下面还会聊什么呢 嗯 是毫无美感的拉撒 不过 吃喝拉撒 本来就是接着的事 比如说大小便 你可以公开谈论 还是要暗示呢 某些场合 聊睡觉 洗脸和洗澡 行不行呢 还是必须要改成 就餐 洗漱和沐浴这些词呢 干这些事的时候 是公开的 还是私密的 有固定的时间 和独立的场所吗 做这些事的同时 可不可以和人家谈话 如果一边洗脸 一边和别人讲事情 对人是一种侮辱 还是表示宠幸呢 被人撞见这些事的时候 甚至像我们现在这样 公开聊这些事的时候 有没有羞耻感 会不会有尴尬呢 除此之外 还有好些人体 必须的生理活动 比如啊 醒鼻涕 该醒在袖子上 还是手背上 口里有了痰 是吐出来 还是咽下去 醒鼻涕或吐痰时 是否应该背过身去 别冲着别人 专门的手帕和谈鱼 啥时候才出现的呢 为什么这些东西 会在特定的时段 曾经成为身份尊贵的象征 甚至是奢侈的摆设呢 当然 最敏感 最私密的 还是男女之事 不过 这方面书里 谈得光明正大 男女睡觉 是不是分床 要分房间吗 同性之间呢 朋友和陌生人之间 又会怎么样 睡的时候 是裸睡 还是要穿衣服 专卫睡觉 而制作衣服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直以来 人们怎么向儿童 谈论性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 性成为秘密话题 甚至禁忌的呢 上面这些 人类生活史的细节 不胜为局 你可能会很惊讶 读血 甚至觉得恶心 但肯定也能感觉到 这本书的特别之处 那就是 讨论的话题很宏大 着眼的领域呢 却非常日常 书中争印的文献 吐槽的靶子都很别致 但作者的分析和论述 却可以对社会理论 最基础的预设 提出挑战 也因此 如我前面说的 作者和这本书 曾经长期进不到 主流学术体系 但出版40年后 还是被发现了 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了 你要记住 书的商卷里 那些好像很索却 猎奇的文化史素材 其实非常扎实 是文明的进程 整部书论证体系 重要的主持部分 这部书 贯穿两条主线 一是人的行为 性格 心理变迁 二呢 是社会的发展 或国家的形成 如果说上卷 偏重于所谓 宫廷礼仪 礼貌 文明 等等西方世俗 上层行为的缓慢变化 下卷呢 则聚焦这些变化的 社会原因 透过封建歧视的演变 国王专制的巩固 社会丰富的发展 人际依赖链条的延长 探寻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 以及它如何导致 自我强制的标准 不断提升 但是 这两条主线 并不是分别落在 上下两卷当中 而是呢 相互交织 螺旋上升 共同编织出 这部文明进程 波澜壮阔 但不是细节的 生动画卷 随着画卷徐徐打开 你可以看到 文明化的过程 从中世纪 向近代逐渐延展 从封建庄园的 土地税收 到国王寝宫的 谈吐眼色 从贫穷粗犷的 征战骑士 到文雅精致的 浪漫诗人 曾是 见血封侯的冰冷刀剑 变成装饰挂到墙上 彰显地位 而空洞无聊的 虚荣社交 却成了 商人与无形的战场 总之 各类史料 仿佛时间长河的 一层层断片 为我们呈现出 这一路的风景变换 你会发现 国家和社会 等新生概念 渐渐融入 人们的日常言谈 而传统的自然欲望 却逐渐顿入后台 一旦流露 会让人羞愧难当 只有当我们回望时 才会发现 许多被我们 是为理所当然的表象 背后都有 它历史生成 和文化建构的 繁衍机制 这一讲 你已经大致了解了 这本奇书 是如何讲述文明的 埃利亚斯 颠沛流离的一生 昨天 我们介绍了 文明的进程的 结构和风格 今天呢 我重点讲讲 作者的生平 因为埃利亚斯 漂泊的一生 见证了整个 二十世纪的进步 灾难和重生 而波兰起伏的 二十世纪 也见证了 这位思想家 骆驼不计的 学术生涯 诺布特埃利亚斯 是一位犹太学人 社会思想家 他生于德国 死于荷兰 在英国生活了三十年 七十岁以后 他名扬学界 享年九十四岁 1897年 埃利亚斯 出生在当时 还属于德国的 布雷斯劳市 二战后 这个城市化归波兰 改了名字 叫弗洛斯瓦夫 中学毕业后 他应征入伍 参加了一战 回国后 他进了布雷斯劳大学 学习医学 同时呢 还修读哲学 不久 他就放弃了医学 专攻哲学 但这段学医经历 使他对人的生命 有了感性认识 对自然科学呢 有了些基本概念 使他日后研究哲学 或者历史 都有了 跟文科生啊 不一样的风格 特别是注重挖掘 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性 1924年 埃利亚斯获得博士学位 第二年 他就进入海德堡大学 寻找机会 海德堡大学 是当时的社会学中心 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韦伯曾在这里 认过职 韦伯过世以后 他的弟弟 阿尔弗雷德韦伯 也在这里 当社会学教授 韦伯的医生 马里安尼 主持这里的学术沙龙 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 按照惯例 埃利亚斯找 阿尔弗雷德韦伯 作为联系导师 还给呢 同门师兄 年轻一代当中 名声最响的 卡尔曼海姆 当非正式的助手 没办法 通过曼海姆 埃利亚斯 才进入了 但学术上 却跟导师合不上拍 阿尔弗雷德韦伯认为 文化跟经济 科学技术不同 经济科学和技术 都是不断发展 越来越进步的 而文化 宗教和艺术 是人类灵魂的自我实现 无所谓进步和倒退 你是不是也同意 韦伯的这个论断呢 就比如 你同意21世纪的科学 比19世纪有了极大的进步 但你不会说 宋词呢 比唐诗更好 可埃利亚斯认为啊 韦伯的看法 其实是在重复 有些成见 这种成见 把属于精神的文化 跟属于物质的文化 对立了起来 埃利亚斯不赞同 两者是对立的看法 他只想搞清楚 文化和文明 这两个观念 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 又怎么成了区分 彼此竞争的群体 及其生活方式的符号的 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 有的群体虽然比较穷 却自认为有文化 讲求内在的美 很高呀 可在他们眼里啊 那些有钱的人 往往任性 精神空虚 粗鄙不堪 1929年 师兄曼海姆 输聘去了法兰克福大学 当社会学教授 他邀请埃利亚斯 去当带新的助手 和社会系同一栋楼的 还有一个社会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 是著名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 出国霍克海默 阿多诺 阿尔库塞 弗洛姆 本亚明 等一大堆思想大师 埃利亚斯 虽然常常和阿多诺等人 在咖啡馆当中 谈笑风生 但也不得不给 曼海姆当助教 他兢兢业业 尽心尽责 鼓励每个学生 从各自的经历和背景出发 用社会学的眼光 重新审视 自己熟悉的世界 四年后 也就是1933年 希特勒上台了 要知道 从埃利亚斯 曼海姆 到刚才我提到的 那五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 全是犹太人 一贯坦然 和沉浸的埃利亚斯 留守到最后一刻 赶在纳粹接管前 销毁了留在研究所的重要文件 才踏上遥遥的流亡之路 他先去了瑞士找工作 不沉 然后呢 流亡到巴黎 跟人合作 做小生意 又失败了 这位不懂英语 崇拜法国文化的德国犹太人 最终不得不离开欧洲大陆 落脚在伦敦 幸好有个犹太流亡救济委员会 愿意提供生活资助 可他能拿出来做交换的 只有写书 据他自己说 当时并没有打定主意写些啥 但拿人钱 总没有过交代 于是呢 他就跑大英博物馆 浏览群书 还说出于偶然 对各种礼仪手册产生了兴趣 只是 这偶然呢 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变出来了两大卷经典 1939年 文明的进程 历尽磨难 终于印出来了 但也没啥用 书出版之后 很快就埋没在固执堆当中 那时 欧洲大战将临 又有谁会发 思古之邮行 去读一个德国犹太人 写的两大卷 关于文明和礼貌的书呢 于是 埃利亚斯继续在英国苦熬 他父亲在德国去世 母亲呢 死于奥斯维星集中营 他自责 没能劝服父母 早些逃出故国 但坏事成双 他自己 也被关到了英国的敌桥营 没办法 别人看你是个德国人嘛 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 他居然被英国情报部门 短期雇佣 协助诊别战俘营中的纳粹分子 但这会儿没什么持续性 不久 他又陷入了四处打灵工的窘境 在各大学课算讲座 甚至去成人夜校 讲课赚生活费 最后初期 埃里亚斯晚上常做噩梦 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 是脑子里有许多东西 却写不出来 而自己的岁数 和外在的考核压力 都逼着他赶紧出成果 内外加工 让他倍感焦虑 于是 他去寻求心理治疗 可不久又停了 因为负责为他资讯的医生去世了 1954年 埃里亚斯已经57岁 离退休啊 没几年了 终于被英国 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系聘用 总算步入正规的学术生涯 然而 当时全世界的社会学占主流的 是美国的帕森斯 和他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 而埃里亚斯的过程性历史视角 只能苦守学界的边缘 我解释几句啊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式 适合分析静态的民族和国家 而不适合分析民族国家动态的历史过程 把眼光放长远些 就会看到民族和国家 并不是从来如此 都有个历史演化过程 分析它们 就必须引入发展的过程的视角 顺便说一句 帕森斯本人啊 也曾在海德堡大学留学 还跟埃里亚斯同时呢 1969年对埃里亚斯来说 是决定性的一年 这一年 文明的进程在出版30年后 居然在德国再版 正好1970年召开第7届 世界社会学大会 已经73岁的埃里亚斯 终于可以当面挑战 比自己小5岁的帕森斯了 他利用大会发言的机会 咄咄逼人的指出 现有的研究 也就是帕森斯那一套 对国家建构和民族形成的历史 无法做出描述 现在需要的是具有发展视角的 社会学范式 也就是他自己那一套方法 可惜 帕森斯没有回应 埃里亚斯的挑战 不过 经历了60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 帕森斯那一套 早就不能让年轻人幸福了 欧洲大陆年轻的一代社会学者 渴望摆脱美国主流社会学 一统天下的局面 文明的进程之不著作 迅速成为革新的圣经 众多年轻人在广泛的经验研究领域 应用埃里亚斯的方法 验证他的结论 当年一席喝咖啡的好友阿多诺 临终前请求德国政府核准 受益埃里亚斯 法兰克福大学荣誉教授称号 1977年 埃里亚斯获得首届阿多诺奖 1986年 获得德国总统 亲自审核 颁发的联邦十字训章 这是联邦德国公民 所能获取的最高荣誉 晚年的埃里亚斯主要居住在 德国比勒菲尔德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他终身未婚 每一天都在充实的工作当中度过 他一般早上十点游泳 然后清点修改昨天的工作 午后两点 助手来到他的住处 开始记录他的口述 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一点 然后大家一起喝喝葡萄酒 或者威斯基 聊上一个小时 这简直像是充满思想活力的学生生活 就在这样的节奏当中 在一群忠实粉丝的积极协助下 八九十岁的埃里亚斯 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不少已经有了中一本 上海的世纪文景出版公司 也正在运作一套 埃里亚斯一聪 1990年 埃里亚斯在阿姆斯特丹去世 享年94岁 他曾经在一次访谈当中 这样回复 他曾经在一本